另外就是你身体很多点可能弱 有的位置或者有的穴道是弱下 就是软肋在那儿 缺口在那儿 所以有湿寒或风冷的东西 也能伤到那里 我觉得寒是因为我们身体某部分受伤 就是你内疗弱了 就会进来或者是形成一个病激 那个病激表现就是寒 所以我们身体在经受无数次受伤 然后你的身体内就积累大量的寒 但这个受伤不仅仅是这个伤 还有心里面情绪上 很多方面都是综合在一块的 所以我们的情绪上也很重要 就是这个心伤是很厉害的 能要命 总结的话我们的失寒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我们的各种伤害 受到各种伤害 之后形成了一个病激的一个点 是一个点一个点的积累 然后慢慢的话就预计到我们的骨质器官 或者是内脏也有 老师您刚才这样说 我突然脑子里有一个概念就是 失和寒还有风三个是独立存在的 又并发在一起的 它不一样 这个乌骨藤应该主要是失 寒还少了那么一点 我现在理解 湿是湿 寒是寒 然后还有风 上一个药我就觉得 那个它有风 风寒是寒 其实它们 哪一个都是害 都是对我们身体造成非常非常大危害的东西 从我边要我们知道 真的风 湿跟寒都是不同的东西 排的方式都不同 这味药主要是排湿 生成湿 我们硅的药类的 我觉得不比硅精差 后我们要把它归为解风的药 解湿的药 解药吗 对吧 所以你有什么毒 他说风毒 湿毒 这个寒毒 所以我们应该把药分成这样的 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分类 当然之前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么分类的 我觉得今天吴静提醒我们挺重要的 把药要分成这几种 所以新重要要点 可能会出现很多新的东西